游戏网卡图故事之电子光虫 电脑世界的急速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恩惠与便利 网络已然成为了当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 但是 这种急速的进步在网络的某片角落却留下了一些小小的故障 那些故障在不断重复进行着数据的积累与学习 并获得了如同昆虫一样的形态 纵使这些昆虫的性质各不相同 它们却像同一物种一样抱着相同的目的进行活动 于是网络管理员们将这种能够急速成长并进化的故障称之为电子光虫 并将它们认定为一种侵蚀电脑网络的害虫 电子光虫中有长相扑似电容器的减装 其能通过变态发育破茧成叠进化成为电子光虫和青菜品 除此之外 它们还有用于存储信息量单位的比克武功 能够编制电子网络的焊料值网络 通过身体显示不同颜色数字的AD调查 与其能够限制电流大小的电子微秘 它们也能通过积累数据 进化成为更高形态的电子光虫散热系 枪狼级电子光虫 当这些电子光虫活跃于网络世界中并被侦测到行动之时 人类惊奇地发现 这种诞生于故障的生物竟然拥有能够修复网络故障的能力 于是人类选择与电子光虫达成互利共生的关系 通过给电子光虫提供电脑网络来消除网络故障 从而实现网络世界的安全和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谈 Pinterest 橘子继 bind开